我在家里面做了一台钓鱼机 我们来看一下能不能钓出什么好东西 打开箱子一看这里面并没有什么好东西 那么我们只能想办法来给这个钓鱼杆来附个膜 但是我们现在也没有经验 所以呢我们今天要去地狱上层来做这个猪人塔刷等级 我们一会呢要上到地狱上层啊 但是我们现在上到上层并不想破技研 到时候可以直接用龙弹来破技研 所以呢我们这里就做一个地狱门 上去之后做地狱门传送下来就可以了 这个喝钥匙啊挖得太慢了 我想跟他交一个效率3的这个钻石膏 这样呢我们就挖得轻松一点 这里我想把这个干涉机也开一下吧 没事就开一下让它收割一下 好我们继续来挖这个黑钥匙 由于呢这个龙弹破技研会非常方便 所以呢我现在不想用无头火塞破技研 那样就会非常的麻烦 我们现在挖到地狱上层 挖到机研这里呢 我们只需要找一个127格的这个高度 我们看到这个looking at这篮 只要我们找到了这个127格的这么一个机研的话 我们就可以从这里啊突破上去 好这里大家看到是127格的机研 就说明这上面只有这一格 我们呢只要在上面放上这个铁轨 再放上矿车 在我们放矿车之前呢 我们还要做一件事情 那就是要造一艘船 如果我们直接用矿车啊 蹦上去了 但是我们头上去了 但是我们的身子没有上去 那就会卡死 所以呢我们要做一艘船 利用这个船 来把我们整个身子啊 都给送上去 好放上矿车 对它右键 然后跳 哎我就直接跳上来了 我还没有上这艘船呢 然后我们把这个船给打掉 我们在这里啊建造地狱门 我们待会就可以直接从这个地狱门回去 然后呢我们再点点 哎我他们没带打火石 我又回来了 这次把打火石给带来了 我们再重复上述的步骤啊 好这一次我们就通过 坐这个船上来了 然后要往上面搭 搭一个平台 一直搭到 两百三两百四的样子 尽量的高 否则的话 这下面是会刷出怪的 影响我们的刷怪上限 只要搭到上面来 下面就不会再刷怪了 就基本不会刷怪了 我们就可以把刷怪范围 全都压缩到这上面的平台里面 然后在第三格的高度 我们要放上下半砖 防止这个恶魂的生成 这边呢 做这个火板梅陷阱 两个火板梅像这样对着放 然后将它打开 这个猪人呢 会以为这边是鹿 以为可以走过来 我们现在没有远程的武器啊 所以呢 我们只能用手去摸它一下 然后把它给仇恨 给幸运 啊赶快跑赶快跑 好我们从这里跳过去 他们就会直接从这里 走下去 在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站在上面啊 就不停的用这个钻石键 来砍他们 有的时候呢 这个仇恨它会断啊 毕竟我们这个做的是一个 简易的主缘塔 有时候会出现问题 也比较正常 好这样呢 我们把他们的仇恨 又给吸引过来了 谢谢大家 像是这样 转发 这个 咱们 这 这 那 这 不是 我 信